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赋予国家的责任通常会产生立即的效果 优惠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 或者是暂时性的特别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这两个特别的措施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带来男女平等 或者是帮助弱势的团体 只要这些原则并不是不必要而存在 此类措施不被认为违反禁止歧视原则 换句话说 只要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虽然有这些保护措施 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措施认为它是违反禁止歧视的原则 目前对女孩的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 例如因为女学生怀孕而将其逐出学校 这个是违反她的教育权 此外对于部分父母而言 他们会认为投资在女儿的教育是属于经济上的不理性 一言之对这些父母而言 花钱培养女儿读书是很不明智的 早期在台湾也有部分的父母认为 你孩子不要读那么多书 读这么多书要干嘛呢 反正都要嫁人 早一点工作 家里还多一份收入 父母的经济负担也不会那么大 与其花钱让女儿去读书 还不如培养儿子 所以在有些家庭读书是男孩的特权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标准的重男轻女 结果会出现 有读书天分的读不了书 没有读书天分的被硬逼着去读书 第二个面向是身体上的可接触使用 这意味着身心障碍的孩童 不会因为建筑物的设计而将他们排除在使用的行列 也就是说身心障碍者他也可以使用相关的设施 第三个面向是经济上可接触使用 虽然国际法要求在小学与基础教育阶段 教育应该要免费 但许多国家已经将义务教育延伸到国中 换句话说虽然首先要确保的是国小的义务教育 政府应该要采取具体的作为 以建立国中甚至高中的义务教育 让更多的公民即使因为家里面的经济状况不佳 也可以避免孩子因为经济的因素而无法完成基础教育 可接受性 Acceptibility 可接受性强调 教育应该要以孩子与父母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 关于环境的部分 不仅仅只是要注意硬底的设施 与暴力的问题 也应该要使孩子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能够发展与学习 在学校当中 体罚是违反孩子的权利 而针对霸凌 如果用人权的用语 它更可能会构成残忍 非人道或者是无性的对待 在早期教育权的发展当中 有一个面向是跟父母的教育权有关 也就是说 父母他有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 怎么样教育的权利 父母也曾经使用这样的权利 去挑战国家禁止学校体罚的法律 所以并不是只有老师体罚孩子 父母会抗议 国家如果采取相关的法律认定 一律禁止老师体罚 部分的父母也会抗议 这些父母认为 我们做父母的 当然有选择孩子受什么样教育的权利 我们不希望孩子变坏 不想让孩子上公立学校 认同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 父母认为 老师应该要认真严格 该训斥就训斥 该体罚就体罚 你国家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去颁布相关的法律说 所有的学校 老师都不能够提罚小朋友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适当的管教是为他将来好 同学认为 这些家长所提出的看法 有没有道理 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 在南非的教会学校就曾经宣称 国家禁止学校的体罚 是违反宪法所赋予 给父母的人权 宪法法院必须要衡量 父母的权利 与孩子的权利 在这个案子当中 宪法法院明确地表示 支持全面的禁止体罚 第二 以往在苏格兰 使用体罚的方式 也在欧洲人权法院 成功地被挑战 所谓成功地被挑战的意思是认为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 父母对孩子有关遵守 纪律的教育理念 只有在民主社会当中 能够得到尊重 而且跟人性尊严 与孩子的教育权相符的时候 才受到保障 换句话说 如果体罚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在民主社会当中 得到尊重 或者是影响到孩子教育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父母不能够再坚持 因为我自己的教育理念 他支持学校的提法 欧洲人权法院 这个部分是不成立的 适应性 adaptability 适应性的观念 攸关教育权的重要问题 到底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谁决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儿童权力公约第29条 它列出一些教育的目标 地约国一致地认为 教育儿童的目的 应该是要最充分地发展 儿童的个性 才智 以身心能力 培养他们对人权 和基本自由 以及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各个原则的尊重 培养对儿童的父母 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 语言 价值观 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 价值观 其原籍国 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 之尊重 培养儿童 本着各国人民 主义 民族和宗教群体 以及原为原住居民的人 之间的谅解 和平 宽容 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 在自由的社会里 过着有责任感的生活 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在第二项他提到 对本法第28条 任何部分的解释 都不能够干涉 个人和团体建立 和指导教育机构的自由 必须要遵守 本条第一款载列的原则 并遵守在这样子的机构当中 实行的教育 应符合国家 可能规定的 最低限度标准的要求 这条重点 它是在发展孩子的个性 以及灌输对特定价值的尊重 例如环境保护 这个装申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